相信大家看標題已經知道 今集是一個日式西製的食譜 剛剛今天就有網友叫我 不如做多一點西餐 那適合了 這個就是一個西餐來的 Carbonnara 大家肯定吃過 今次是一個海膽製的Carbonnara 一個海膽卡邦尼意粉 材料比平時的Carbonnara更加簡單 首先出場的是這個意粉 意粉份量今次這個是宵夜 一個人食用的宵夜 所以就用100g以內的份量 多少多少少就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當中有多少人 是follow了我Instagram 其實當日拍完之後 另外一份的宵夜 就是用紫菜包著一盒海膽 不過大家對紫菜包海膽有興趣一點 不要緊 這個時候將那個意粉放在一邊 我想說大家有時間可以follow我Instagram 因為小弟就會在那邊 就post一些關於食物有關的東西 例如是外出吃東西 當日吃了什麼 不一定是食譜的 有興趣就follow一下 基本上任何生活的東西都會放下去 好 下一個食物就是一版250g的海膽 我們要的海膽份量是非常之多的 不是要幾片 這個海膽汁是一個非常之濃郁 不用用蛋什麼都不用加內 就可以混合出來的汁 首先一個碗 還有一個蜜網篩 這版250g的小村中斌 其中有兩行至三行就是今天會用的食材 那醬汁你想多濃或是多香 你自己可以調的 但是多濃就很視乎你海膽的份量 通常一行就有兩層 我就建議用兩行 即是說total四層的海膽去做 那個海膽汁有多好吃 真的很depends on你的海膽有多正的 當然你捨得用一些比較高層次的拍賣級數的海膽去做 那當然這個是你自己喜歡去做的事 我也阻止不了你 好了 第一件事就用碗 上面放一個蜜網篩 然後將兩行的海膽放上去 然後下一步就要zoom近一點 給大家知道究竟一間會發生什麼事 用鐵匙羹 將海膽顏過那個篩 好像做鮑魚乾醬這樣做 那些海膽會一路由你的鐵匙羹的壓力 經過蜜網篩變成海膽汁 滴在碗裡 記住這個醬汁有多橙有多濃稠 全部是由這個海膽去定義出來 稍後會加的奶油和牛油全部都是點綴的 一兩滴 不會很多 我們這次的Carbonara的醬汁 不是說你要見到是要害怕 而是要你看到它的醬汁是想吃光的 平時出街吃Carbonara的醬汁 好像邪惡到你不敢吃 不要緊 海膽你敢吃吧 OK 硬過後你會發現 喂 為什麼有些東西硬不完 沒辦法 這些就是硬不完的東西 你不硬它 都可以的 你用鐵匙羹把它攪爛都可以 但是那個醬汁就會不夠滑 你會發現為什麼有些東西好像硬不過的呢 那些就是一些會令到醬汁不滑的物質 你不是不能吃的 但是就不要讓醬汁有它們在裏面 這個是做海膽醬不滑的大技 你要做海膽醬就不應該拿去煎炒炒 煮什麼都不要做 只是生硬就可以了 然後下一步就可以加一個 或者是半個湯匙的忌廉 這個會視乎你意粉的份量 或者是你的醬汁有多少 或者是你的海膽有多少 好 這個時候我們攪勻它 我們拌勻之後就會變淡色了 假如海膽汁你是想有海膽的顏色 你可以加一點點忌廉 但是這個版本也不會太差 小弟認為一個湯匙的忌廉是OK的 好 這個時候開火我們要煮一煮醬汁 另外的爐頭麻煩你煮水 我們要煮意粉 其實煮意粉就不用怎樣說了 大家應該知道了 水滾 加鹽 然後將意粉放下去 根據包裝指示就煮去一分 煮去一個分鐘減一分鐘 即是說七就變六 八就變七 好 這個時候就很快可以準備其他的東西 首先大約是10至20克的牛油 這一個是會令到海膽汁更加香的 你可以不加 或者加一點都OK 這個很自由的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一個煲仔 將我們的海膽汁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將50毫升左右的昆布蒙水 即Dashi 或者是雞湯 水也可以的 加進去之後 連上牛油 加進去之後就可以將它加鹽 中小火煮熱它 煮溶它就可以了 餘下的步驟 5分鐘之內搞定 即是說這道菜 總共15分鐘之內都OK 加進味淋一個茶匙 淡口醬油 半個湯匙 拌勻之後我們放在一旁 這個時候意粉煮熟 我們先夾一夾水 什麼水都不用流 然後將它們全部加進醬汁裏面 好像做Carbonnara這樣 將意粉拌入醬汁裏面 OK了 可以上桌了 上桌的時候 如果想好一點 可以參考以下的做法 用一隻叉 刺著它們 不停轉圈 繞著叉的時候 就可以將它放在碟中間 有些汁飛出來 可以抹走 有些意粉飛出來 就收回去 假如大家像我這樣 用一束意粉長長地鋪在底 你就可以再加多一行的海膽在上面 當然你的意粉是小塊一點的 那就加少一點的海膽 其實是不是好像用很多海膽呢 但是海膽意粉沒理由只有汁 怎樣都要海膽才漂亮的 好了 上面放一些木枝芽 有的話 沒有都不要緊 裝飾的 又或者是這個紫蘇花絮 花絮紫蘇 忘記了 然後就創意系列 首先是這個針紫菜 我就把它搓成一個波再放上去 模仿海膽的模樣 但當然有少許不是太像 不過沒辦法 假如大家真的有這個紫蘇花絮 可以將這個花摘出來 再審在意粉上面 OK了 這個宵夜fine dining就完成 我叫它做fine dining 因為它的樣子都好像自家來說都挺fine的 但外出就不見得人的 始終都是差點 沒辦法要求太多東西 假如真的要那麼fine 我要死去讀藍帶的了 OK 今集這個海膽汁卡邦利意粉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是一個15分鐘之內 是可以吃得的宵夜或者是一個小食 甚至乎是晚上的晚飯都可以的 你夠吃就可以了 OK 今集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有空試試做 真是很簡單 誰都會做的 喜歡的網友 請你讚好 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記得追蹤Instagram 多些人follow會開心一點 好了 有機會再說 遲些再見 拜拜